现在就拆开了 一般如果先说扳机 扳机是用这个弹簧 把它顶复位 如果复不了位 可能你就把这个拿出来 把这个拿出来重新安装一下 可能这里卡到还是怎么样 这个结构都是很简单的 你安装进去 把这个 这里这个扳机的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有个这样的柱子 靠近这个这个这个地方 手指的这个地方 然后放进去 这就是扳机的开关 那么快慢机快慢机的话 一般是如果回不来 就说明底下这个弹簧 底下这个弹簧 没有没有没有 底下这个弹簧没有勾住 这里有个弹簧 一根针样的东西 它是一个这样的东西 它有个钩子钩住这里 钩住这里 它是一个这样的 我不知道看得见 钩住这里 然后把这个放回去 放回去 现在放回去 现在就造成了不会回弹 不会回弹 也就是说刚才那根针没有勾住 然后拿一个螺丝刀或者什么 这个东西把它勾住 你来操作我看一下 对上面那个 它有两根 一边一根针样的东西 把这边卡进去 这一头 这一头有一边卡进去 它 它是一个这样的结构 这里可以画 可以 一个这样的结构 一边是勾住这边 一边是勾住 刚才看我们说的就是这个 这边勾住 就这个 勾住这边 勾住它 然后另外一边 这个上面这里 也要勾住这个地方 它有个塑胶键 挡住它就行了 就这样的概念 然后勾住它 然后测试一下 把手拨弄一下 它就清楚的回弹就行了 然后再把盖子盖上 然后还原就行了 然后再把盖子盖上